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先演播 第七十集 家归 书房的气氛因为这个话题,骤然有些沉闷 福星看着他家主子深沉的脸 看着荣衡深沉的脸 看着长青深沉的脸 很深沉地叹了一口气 说出了一个深沉的疑问 所以你母妃没堵死你 谁又打算堵死你啊 长青一个没忍住 扑的一声笑出来 然后这个凝固一样的沉闷 就这样荡然无存了 苏青拍了福星一下 不许无礼 转而看向荣衡 是谁 荣衡觉得自己真的有可能是被气死的 不是被毒死的 深吸一口气 荣衡道 我中的第二种毒 是谁下的 我不知道 但最后一种毒 是四皇兄下的 四殿下 苏青脑子里搜寻这个人 没什么特别的记忆 他放着大皇子和五皇子 这两个都比你优秀的男人不毒害 为什么要害你 苏青非常不紧 在惠妃不懈的努力下 荣衡已经成功成为一个病秧子 四皇子为何还对他不放心呢 被自己的王妃直面评价不优秀 荣衡本就黑的脸 又挂了二斤披霜 因为事实上 本王就算是个病秧子 也比他们优秀 苏青一脸不信 本王你这么优秀 正说话 外面有小厮隔着门通病 殿下 王妃 宁侧妃来了 荣衡皱眉 他怎么来书房了 嘀咕一声 荣衡朝苏青道 他是来见你的 你去花厅见他吧 苏青横了荣衡一眼 小爷现在是个女人 他来见我干嘛 分明是来见你的 荣衡震惊在苏青这个小爷的自称里 一脸掉进毛坑的表情 苏青不以为意 荣衡就到 就因为你现在是个女的 所以他才要来见你 你是正妃他是侧妃 他要来给你进茶 苏青恍然大悟 明远欣立在书房的使节下 等着里面召唤 歌之一声 门开了 明远欣抬眼去看 苏青立在门口 你要是给我敬茶 就去花厅等我 你要是见殿下 殿下就在里面 说完 苏青带着福星离开 对于一切和太后专亲戴故的人 苏青都没有好感 穿了这么久的裙装 他迫不及待想换回男装 苏青走了几步 明远欣的声音就从背后传来 谢谢花厅等王妃 苏青没什么表情继续离开 心下狐疑 这宁远欣跟今儿早上判若两人啊 今儿早上那根本就是小白花式的药物扬威 而现在很温顺呀 宁远欣看着苏青的背影 葱管一样的手指紧紧地钻拳 太后分明说今儿让苏青有去无回 太后也说就殿下深恶痛绝苏青 就因为太后这句话 昨天她才敢去正房抢人 今儿一早才敢在苏青眼皮子底下 半路截人 她的胆量源于太后 可现在苏青居然又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不仅回来了 还一进门就和殿下一起进了书房 说了那么久的话 当初答应嫁给荣衡做侧妃 就是太后许诺 让她进门就转正 让苏青怎么来的怎么滚回去 太后说得信誓旦旦 若非如此 她死都不会来的 可现在 宁远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饭门 朝荣衡的书房大门到 殿下 妾可以进来吗 荣衡没什么起伏的声音飘出来 不可以 干脆利索 宁远欣咬了咬唇 顶着发白的脸道 那 妾告退 她堂堂嫡女 若是嫁给旁人 必定在府中当家主母 怎会像现在这样 逼三下四 可要让宁远欣现在和苏青斗 给她一百个担子 她也不敢 一路苦闷 宁远欣扶着丫鬟春桃 朝花天而去 春桃 你说 我以后的日子 难道都要这样熬吗 宁远欣慢慢道 惹不起苏青 酒殿下对她也寡诞 春桃安抚道 娘娘 太后娘娘今儿 相许只是一时失守 只要太后娘娘再一日 她是断不会容下王妃的 宁远欣苦笑摇头 可万一 她总是失守呢 难道我带好年华 就这么蹉跎了 宁远欣不甘心 她是京都数一数二的才女 容貌要算得上上乘 若王妃是其他人 她耍耍小手段 也许还能将王妃扳倒 可苏青 她不是没有心思 实在是胆量不足 杀人如麻脾气暴躁 连北燕公主都能往死里揍 何况是她 没有万无一失的保证 她绝不会轻举妄动 春桃敏唇皱眉 呼得眼底闪过亮色 在宁远欣耳边低声道 娘娘 不如把何清兰接来 宁远欣一震 何清兰 春桃压着声音 在宁远欣耳边一阵低谷 宁远欣不展的愁眉 顿时舒展开 好 就依你 舒展开不过眨眼 又促起 你说 一会儿静长王妃 会不会过分择呢 昨儿晚上和今天早上的冒犯 让宁远欣坠坠不安 春桃不敢再接话 可又不能不接 直到 娘娘一切按着规矩来 她纵然跋扈 也挑不出毛病的 宁远欣点点头 主仆俩说着话 已经到了花厅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宁远欣老老实实立在那儿 苏清换过男装 英姿飒爽地带着福星进了花厅 宁远欣中规中矩地敬茶 苏清端了茶 问捧茶的婢女 府上只有你一个丫鬟吗 婢女一愣 看向苏清 不明白苏清的意思 苏清喝了一口茶 面无表情道 府上没有管事吗 婢女立刻道 灰王妃的话 府中一共六个分管事 一个总管 苏清就朝宁远欣道 劳烦宁侧妃 我要一盏茶的时间见到这些人 宁远欣捏了捏丝帕 恭敬道 是 借这就去通知 整个敬茶的过程 苏清一言不发 和他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让他跑腿 这赤裹裹的是屈辱 荣衡的府邸 六个分管事 分别管着厨房 绣房外院人士 内院人士 车马和花卉杂物 一个总管 同管一进 苏清要求一盏茶的时间 结果 宁远欣只叫来四个分总管 和一个总管 宁远欣有些不安 怕苏清迁怒于他 解释道 王妃 妾亲自到处通知的 管厨房和车马的管事 临时有事出府了 苏清没理宁远欣 只朝管事看过去 管事 语气微凉 端的是军中作派 战场杀敌 统领大军的将军 那种气势 不是普通的王妃能相比的 不过 这个管事也不是一般人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